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Jeffrey老師 那我現在要帶各位來看一下說以2020來講 11月跟12月的考型分析可以做哪些參考用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以11月跟12月來講 我們的聽力、文法跟閱讀 老師分別用打線道的方式來告訴你難易度 但是我必須要講,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你應該要考這個12月比較難了 因為在PR值的計算裡面你比較容易拿高分 來,我們繼續看 我現在來舉例說11月跟12月分別考哪些比較偏難的單字 那我現在用紅色的字告訴你說 這些字幾乎是不太會出現在市售的單字書 比如這個是Cupboard Cupboard叫後製版 那為什麼後製版讀意會考呢? 通常會考這個字會跟什麼有關呢? 會跟包裝材料頁 packaging material 那可能會跟什麼delivery 運輸、logistics還有什麼呢?物流 那我們看12月偏難的自由這些字 14通訊這種單字也不太會收入在市售的單字書 為什麼呢? 14通訊是在Email發明之前才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來講是一個考古的單字了 恐龍級的單字 但不知道為什麼讀意超喜歡考的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說 以聽力Part1來講 以前同學在準備就字多譯的時候 會把焦點Focus在正中心 但是呢 新字多譯之後呢 他卻會考邊邊角角的叫邊角題 因為我們在做聽力的時候 習慣動作會把眼睛聚焦在圖片中間 而忽略旁邊的一些配角 或是一些綠頁 那通常會考這個配角或這個綠頁 所以以11月份來講 有考這麼一個邊邊角角的題目 那我們看一下說 就是以11月29號圖片題的第一題 不知道同學記不記得 那當然這是示意圖片 不是當時的真實照片 那當時呢 答案要選的是這個選項 叫removing luggage 從車上把行李下下來 好再來 12月27號 考的第一題就是 有一個人呢 有一個男生站在一個書櫃前面 然後拿了一份文件 當時的動態動作 叫holding a document holding a document 那我們看一下Part2的部分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罩門 就是 他有時候這個月速度很快 有時候這個月速度很慢 那我們看一下說 11月來講 他的語速是偏快的 那以12月來講 跟11月來比是偏慢 那有沒有這種 when跟where不好判斷 那這種東西 我必須要跟同學做一個整理 就是從2018年的5月 6月跟7月 這三個月份呢 同學去考試都反映說 老師你們叫我們在幾個過程中 要聽第一個關鍵詞叫做疑問詞 那疑問詞一出去的時候 那個when跟where 因為他念太快 有時候我不好判斷 那以去年的11月跟12月來講 有沒有這種情況 幾乎是沒有 那所以我們可能判讀 2021年之後 這種where跟when的考題 他還是會出現 但是呢 他語速會偏快 所以前同學還是要注意這個現象 好再來我們看Part2的部分呢 有沒有那種所謂的模糊答法 或間接問句 間接這個答句 那以11月來講是沒有的 所以對於我們當時考生來講 是比較輕鬆的 但12月就有了 我們看一下12月竟然高達8題 各位Part2幾題呢 有25題對不對 25題裡面竟然有8題是 模糊答法或間接答法 我來舉一個例子 因為12月份你才剛結束 所以同學也許有印象 比如說問句可能問說 今年實習生如何呢 那答句竟然是講說 I haven't been around the office lately 我最近不在辦公室 代表怎麼樣呢 我並不知道這一批的實習生 程度還是不好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 以Part3跟Part4同學 必須要注意的是 他的腔調跟圖片插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11月份為什麼比較好考 因為不管是Part3還是Part4 平均來講 每一回每一到 他只有呢 只有一到兩道的考題 一到兩道 一到兩道 比佔還是比較低的 但是如果12月份來講的話 他的音扭奧槍就高達兩成了 那這個在做聽力的時候 如果你平常是習慣美式發音的人 那你可能做這個音扭奧槍 可能會比較虧一點點 好那我們看一下說 在Part4跟Part4的時候 通常我們耳朵聽到 跟眼睛看到的選項 通常會用同一支轉換 所以同學你了解到一件事情嗎 你為什麼要背同一支 因為呢 你耳朵聽到眼睛看到是不同的字 但是它卻是答案 所以同一支的轉換 就一定速度要快 否則你聽得懂 卻看不懂選項 因為你同一支沒有背 所以同一支一定要背 那我們看一下 11月份的同一支呢 轉換是較多的 那但是呢 12月份就較少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說 以閱讀的部分 那11月跟12月 我分別舉了一個例子 都是他們的第一題 那這個題目 老師有經過大量改寫 但是我們來回憶一下說 如果你11月有考 你發現他第一題考什麼 考主詞動詞一致性 主詞叫Mr.Jack 是什麼 第三人稱單數嗎 所以選動詞Be Believes 對不對 那這個答案就很簡單 那我們看12月偏難啊 為什麼考磁性題 但磁性題 對我們自身帝國學生來講 是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要熟記一個秒殺公式 我把這個公式呢 現場交給各位 你只要看到同選項裡面 A B C D 同一個單字不同磁性轉換 秒殺口訣叫控格 看左看右 這個單字就決定答案了 Completed是什麼 是動詞 就是動詞用副詞 所以這題單選A就選完了 好 那這個才是專業的部分 你為什麼需要來上課 你為什麼需要來聽專業老師做解析 你看這個丙圖你就知道 其實Dui是一個很偏實的孩子 他只會吃某特定的食物 那所以Dui只會考這些特定的這些考題 如果你先把握住單字題跟磁性篇 我跟你講整個30題的文法 你已經把握了一半以上 為什麼呢 請看的話 11月考最多叫單字題 對不對 然後第二名叫做是什麼呢 叫磁性篇 那這兩個加起來已經過半 對不對 那我們看12月也是過半 所以你會發現整份考試卷 有一半都在考單字題 跟考什麼呢 磁性篇 那我們看一下說 那如果以單篇文章跟多篇文章 我們來看 在11月份跟12月份 他們不約而同的比戰都不太一樣 你看哦 考Email是比戰最高 第二名叫做廣告 第三名叫做是什麼呢 通訊對話 那第四名是備忘錄 所以你從這樣的一個佔比來看 就是獨一 不管單篇還是多篇 最喜歡考Email 所以同學 如果你下個月 或下下個月就即將要復考場 你應該多做Email類的考題 你就容易拿高分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 不管是11月還是12月 你發現他的單篇文章 基本上都不會太長 單獨一半 但是主戰場站 主戰場就在後面176到200天 以11月跟12月來講 11月比較容易寫完 為什麼 他只有最後兩回比較難 可是如果你考的是12月27號 你遇到的整體來講 都是難度偏高的 所以這一次考試的同學 比較適合程度好的去考 那這個是比較適合程度 略差一點的同學去考 好那我們看一下說 那老師 那請問你整理的這個整體 你是怎麼整理 因為基本上大考中心有規定 我們不能把題目背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用記憶的方式 用中文去記憶 那你說老師做這些記憶有什麼好處呢 我舉12月份為例子 當我們做完這些中文的記憶之後 對不對 單篇文章也好啦 或者是多篇文章也好啦 做完這些記憶之後呢 趕緊回到自己的住家 自己的教室 看一下說在坊間 在日本跟韓國 能夠販賣的這些整體 把當時考試還記憶的這些印象 然後回去找真題 那這樣子他未來去考試的 整個方向會更為準確 好 那我們現在剛才講 我們要幫各位主任單字 對不對 那我的168單字書 我每次都會請注意做一個統計說 我的168在這個月大概是命中幾個字 我們舉11月份為例子 11月份其實有81個字 注意喔 這一本單字書只有168個字 可是我命中是高達81個字 那我列舉幾個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那以12月份來講 168單字就考高達93個字 那我也列舉幾個字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那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有一些字呢 我有用紅色字做標錄呢 你再看一遍喔 因為呢 11月跟12月共同都考這兩個字 所以代表這些字都一直重複出現 甚至是每個月都會出現 所以呢 後來我就把這些曾經出現的字 全部都編在一本單字書 也就是更進階的單字書 叫990單字書 好 那到目前為止喔 如果你看過YouTube就知道 老師們或是YouTuber們 通常會做一些工商服務 那老師也免不其然的 做一個小小的廣告一下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上一期考高分的同學 有950的 935的 920的 910分的 那為什麼老師能夠這麼樣輕鬆的 幫助同學 考出金證呢 最主要是老師呢 是全國一有提供考型分析 跟依考單字老師 那再來就是 因為老師長期呢 幫助同學考出考分 所以現在各大院校 大學說實班或是企業 都非常喜歡邀請老師到 他們到校到府去做多一的演講 好再來如果說你對老師的課有興趣 那老師的課有三種上課方式 你可以用實體現場來上課 你可以用來自神帝國這邊 用video方式來補課 你甚至還可以在家裡 用線上課程來補課 好再來如果 開完這個影片 對老師的課程有興趣 可以點選連結 報名Jeffrey老師的課 你就可以擁有 我剛才提到說的 168單字書啦 這個是什麼呢 連續考超過10次以上的單字 那這個是什麼呢 曾經考過一次的字 收入在990裡面 那剛剛老師不是講嘛 每個月定期提供考勤嘛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日本跟韓國真題 有哪些考題是有出現的 那老師就編了一個 閱讀的模擬試題 跟了一個聽力模擬試題 那至於閱讀裡面的文法 單篇多篇的秒殺技巧 還有聽力的秒殺技巧 我全部放在金色證書攻略 OK看完上述的內容 你不能發現 為什麼Jeffrey老師教學 20年當中呢 能夠幫助近千位同學 拿到900多分 如果你對Jeffrey老師的課程 有興趣 歡迎你跟我們聯繫 你可以呢 這個小QR Code 跟智神的官方來做聯繫 或者是呢 視訊給Jeffrey老師 我們線上課程 實體課 或者是video課程見囉 掰掰